欢迎大家收看我是小提琴手 叶少熙 今集会看的就是ABRSM小提琴五级考试 里面B2的这一首曲 B2的这一首曲其实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音和节奏 但是如果大家想选择这一首曲是拉得好听的话 我觉得有四样东西大家可以花多点时间去看一下 第一就是那个Tone Color 到底拉出来的声音是实还是松的呢? 其实都不是大声都是属于Piano 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要用另一种音色去拉 而这种音色并不是小声那么简单 大家听一下比较一下刚才我说的这种小声 和现在第二种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或者看到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我拉的时候我小声 但是我的小声是纯粹用很小弓和很轻力去做出来的 这个是小声 但是小声是给人一种不够胆 不够信心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种小声 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自然的话 那不妨用多一点弓 你用的力度出来的声音 那如果我在空弦那里拉的话 应该是这样 飘忽飘窒这样的音色 和大家可以拉的时候呢 近那个指板一点点 当你的弓呢 近指板那边呢 的话呢 那它出来的声音就不会那么硬 那么实 第二就是那个撞试音 譬如一开始 不适而拉得太快 太急 就算是用到一种 这种音色 但是那些装饰音是很急的话呢 大家听到也是很奇怪 第三样 就是end of phrase 究竟那句乐句是 完的时候是怎样完呢 你拉的时候 会不会有个 跟自己讲 我究竟这句phrase 是两个bar的phrase 四个bar的phrase 还是怎样呢 在这个phrase的尾 到底是怎样收尾呢 譬如 开始的那四个小节 我们就不会 就是我们会很小心 让那个空弦一点 不要有一个action出来 这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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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样 就是 游弦 vibrato vibrato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 第三样 是有些相近的地方 即是如果 那句phrase 刚刚开始 和结尾的时候 我们不会 比那个vibrato 是太多的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一开始的vibrato 已经是很多的话 当你其实这么多 就算我们用多些弓很轻力 不自然 好像你说故事 你会不会一开始 已经是很欲紧地说 你不会的 那我们如果右手 是很轻力的话 那其实左手 是不是都是vibrato 一样 不要那么戏剧化 不要那么欲紧的那种vibrato 然后当你看到 譬如bar15 第15小节 连续有三个accent 那那个地方 你真的需要一些 快很多 急速很多的vibrato 是 帮子 的 我们 帮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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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